老夫子需要出电刀吗 作为依赖普攻输出的单挑王 老夫子的核心装备一直都是末世 但是在新赛季 有一件装备或许更适合老夫子 如果还在坚持出末世的话 那么你的老夫子可能已经落伍了 这个赛季的对抗路英雄 或多或少都被暗信支配过 那为什么暗信能够在新赛季 从一个没人选的下水道英雄 直接越级成为版本答案呢 原因就是电刀 暗信的被动让他每次普攻 都能触发两次伤害 也就是说暗信只要两下普攻 就能打出电刀被动 那我们要知道 老夫子同样能够做到一次普攻 触发两次伤害 那是不是老夫子也可以选择电刀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老夫子跟暗信虽然在这一点很相似 但是两个人需求的属性却不一样 暗信需要的只有攻速 而老夫子还需要出冷却缩减装备 为了装备格子考虑 老夫子只能在末世和电刀中二选一 只需要1800就能出的电刀 有着超高的攻速加长 移速的提升更是能保证 在追人和躲避追击时的效率 被动电弧 能够使普攻附加额外的法术伤害 每三次普攻还能释放连锁闪电 老夫子可以凭借着二次普攻的优势 比普通英雄更快速的打出连锁闪电 这就会明显提升老夫子的推卸速度 而老夫子的核心玩法 正好就是单带偷塔 更快的推卸速度 能明显提升偷塔的效率 而且附加的法术伤害 更是能够保证在与敌人单对单对拼时 对方没办法利用抗性来扛住伤害 老夫子普攻打出的是物理伤害 被动触发后还能打出额外的真实伤害 再加上法术伤害 所有属性的伤害全都齐活了 无论对方是靠护甲 魔抗还是护盾去呈伤 都没办法扛住老夫子的输出 所以电刀对老夫子的提升真的太大了 反观默示 作为老夫子最常用的攻速装 不仅攻速没有电刀稿 价格也要更贵 被动破败打出来的是物理伤害 只要对方不是堆血量 而是直接堆物理防御 就可以轻松抗住默示的被动输出 而且老夫子出默示 更多的是为了提升单对单输出的能力 在倾线推打的能力上 默示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唯一的优点就是物理吸血 老夫子自身没有任何回复技能 只能靠着名文和装备来吸血 默示的吸血能够保证 老夫子可以在对拼一波残血以后 不用回家去补给血量 但是呢 默示的吸血 是所有吸血装中加成最少的 为了这么一点吸血能力 放弃电刀带来的推卸速度和前期优势 实在是得不偿失 不如在名文中做出调整 总念意下就是 老夫子在新赛季 完全可以用电刀来替换默示 清线效率 对拼能力都能获得明显的提升 想伙伴们觉得 老夫子应该出电刀还是默示呢 欢迎联讨论哦 拜拜 拜拜